最近有房仲发文说 有这么一户大约是32坪的 占地风都更宅求寿 仔细看看这里面的景象 真的是相当的颓皮 没有想到呢 却在网络上爆红 而且讨论度很高 开箱这一户占地公寓 真的只有被轰炸过可以形容 特别就这么大 它里面这个其实都是 木板 其实同栋楼都还有人住 只是这里气候潮湿 这一户更是长期无人居住修缮 实际走进来呢 这里面真的是占地风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厨房 这边的水槽啊 橱柜啊都还留在里面 而在厨房旁边呢 这里还有一间厕所 在我后面呢 这里有一个房间 另外在这边 二三 总共呢 里面是有三个房间 其实整个清理过后 看得出来这边呢 应该会是一个蛮宽敞的空间 房仲以占地风为提一发文求寿 位在新北市淡水屋领 42年的无电梯公寓 暂时是平多 开价430万元 很多人问自助 那就是要看它的安全性 自己要评估 整个淡水的趋势 现在就是淡江大桥 以及未来那个淡北快速道路 这些都可以帮助淡水的方式 这样的物件 没想到询温度超高 而最近也有其他房仲发现 以往相对较好卖的物件 如今却光环不在 最主要的话 是因为这几年房价 比较高的一个关系 很多民众他可能就会选择 往比较低的楼层来做 这个购屋 高楼层是也加隐私性高 通常楼层越高 房价越贵 不过根据内政部资料显示 今年平均购屋各楼层间 占比最高在4到5楼 占整体的26.64% 对比三年前占比最高 则是在11到15楼 另外今年平均购屋楼层为8.2层 与三年前相比还少了一层 这也在在显示购屋主力 有从高楼层往低楼层 移动的趋势 记者郑亦山许修明 新北市报道